我们加入了文字工坊的文字特效效果之后 其实它还可以经过修改 那修改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只要快速的点两下 之前已经讲过怎么样加入文字工坊的特效 你只要拉下来到这个文字轨 这里就可以了 是文字轨哦 文字工坊的文字轨 而不是字幕轨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快点两下这里 或者是按下修改 好,我们按下修改之后 它的画面已经出现了 之前讲到修改格式啊 这些效果 那么现在要跟大家提一下 到哪里可以修改动画的效果呢 请看这边 按一下这边就可以修改动画的内容 这个 这个动画的效果目前在这里 那我们要稍微注意看一下下面这里 我们先了解一下啊 这一段蓝色的 是它跑出来到这里 静止一段时间以后 这一段是结束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修改 你看我们的游标到这里它改变了 我们可以修改它进场的时间 这样它进场的时间就短 然后静止的时间长 然后呢 开始结束了 我们也可以拖曳这里 从这里开始就要进入结束的状态 开始进入结束 或者是我们要延后 用延后的方法 那总而言之是可以修改的 可以修改的 可以修改的 好 那那么进场的特效可以改 在这边 开始的特效 这目前它是落下 我们开始的特效按下去之后 它会跳出一个视窗 有各种各样它目前可供您参考修改的范本 那么你只要游标移到上面 它就会做一个预览的 做一个预览 然后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不过我不建议你只大概看一下 我建议你每一个都套用一次 比如说我们点一下 然后按下打勾 代表我们要套用这个效果 然后它就会在这里做一个预览 做一个播放 那我建议你每一个都看一下 既然你要使用这一套软体 那你就好比是导演了 那你当然要知道每一个演员他的能耐 那你每一个效果都看一下 他的进场 每一个结束的特效都看一次 这样方便你将来寻找 适合的效果来使用 你将当你这个脑 你这个大导演脑海里出现了一个 我觉得这里希望怎么样 的时候你可以想 我记得 那它有哪一个效果 在哪一个地方 那这样方便你可以使用 那至于哪一个盒你用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要可能自己试一下 那么这是修改 开始 跟 结束的特效 结束的特效你也是一样 按下去 然后它会跳出这个视窗 你一样也是修改 拉这个卷轴下面有各种各样的修改 的范本 那游标移过去 一样它会预览 你当你想要看的时候 你就按下去 确定的时候你就按下去 确定 那么它这里就会播放 同样的这边头尾也可以修改 也就是 时间轴虽然已经开始了 可是它不会跑 那它会过到这里以后 开始进入进入 进场的 开始的特效 然后在这边静止一段时间 然后从这里开始进入结束的特效 然后到结束 到这个尾巴这里做结束 到尾巴这里做结束 尾巴什么时候结束 也可以修改 这两个特别要注意 如果你只有单一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用移动这两个 因为你只要拖曳 动画 这个文字特效整个尾端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这里面有两个以上的特效的时候 这个就很方便 集中一个开始了 这个还没开始 这样互相来做调整 好 今天这个文字特效就讲到这边 记得 做完不要忘了按确定 谢谢大家 拜拜